澎湖小吃店幾乎擠滿遊客 當地居民想外出吃飯 也得跟著排隊 澎湖從7月初到現在 已經累積超過16萬旅客到訪 當地居民說人真的很多 交通有點擁擠 去年的這個同期的時間 大概有12萬多人 所以成長了大概4萬人次左右 一天的量大概成長將近2000人左右 澎湖縣旅遊處表示 旅客量還在負荷範圍 不過週日澎湖馬公機場 到站76架次 載客7979人 離站76架次載走8000多人 創下當日到站離站人數新高紀錄 比去年同期增加4成 不少從澎湖遊玩 回到台灣的旅客都覺得 爆量人潮已經影響旅遊品質 太多了 都要啊 你吃飯什麼都要啊 應該做一些轉量管制 要不然所有的邏輯在一起的話 沒有什麼旅遊品質 景點湧入爆量旅遊人潮 租車業者的車都被預定一空 交通庸涉連帶影響當地居民生活 是否符合交通部推動精緻國民旅遊目標 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 會和觀光局以及地方政府協調 希望來疏散和分流 我們也特別建議其實有一些 這個家庭的旅遊 也可以利用非假日 那這樣子做好這個疏導跟分流 只是正逢暑假忘記 又碰上澎湖花火節 澎湖旅遊人潮恐怕持續到8月底 而國內業者引進跳島郵輪 也預計會在7月26日展開跳島行程 屆時澎湖除了搭機前來的旅客 還會有1800名郵輪客 容納量備受考驗 原事新聞 政府報導